安琪 安琪 不是跟你说过无数遍吗 无论你们俩喜欢上什么 你不要跟她争让给她就是了 不需要 她喜欢她自己留着就好了 反正 我也不是真的喜欢 安娜 好了 妈 我要休息了 我不吃饭了 安琪 今天这事必须说清楚 馨玉 你就别逼安琪了 安琪一直这么乖巧董事 是不是因为男孩子 是不是 你看看啊 我一直跟你奶奶说 我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东西 她也要我拿了 这下好 我这玉树临风的体型 要变成汽油桶了 放这儿放这儿 走走走 你别客气 陈希啊 谢谢你帮我拎过来啊 来 坐坐坐 哪天哪 你过来帮我一起吃 我把安琪也叫来怎么样 不说不说 其实我什么都知道 小伙子 要帮忙的话 看在你奶奶的份上 请开蹤口 要知道啊 安琪我可当一半家啊 爷爷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问吧 问吧 我最好未认识了 就是 我和安琪 安琪有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 你不喜欢她 还是她不喜欢你了 都不是 那 那就没问题了嘛 只是还有个女孩 安琪 不想伤害她 你小的厌福不浅啊 不必我当年训色 这个事情简单得很 你就实事求是的 告诉那个女孩 不过这个事情不能拖 要快刀斩乱麻 当心 别砍自己一刀 好 还有什么更难的问题 更显示我高智商的 提出来 爷爷 这个问题已经够难的了 我砍我自己几刀都没关系 关键是 我不想让安琪受伤啊 这关安琪什么事啊 你是说安娜 你太丢我脸了 不是跟你说不要跟她争吗 你太让我释放了你 妈 我没有 你答应过我的话呢 妈 你为什么去抢安娜喜欢的男孩子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儿 我没有破坏她跟晨曦 晨曦喜欢的人是我 她早就跟我告白了 我干吗要去破坏他们呀 妈 为什么你总是这样呢 总是这么偏心 从小到大 无论是吃的穿的还是玩的 只要安娜张口 你就要让我让给她 为什么从来都是我让她 不是她让我呢 安琪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 因为你是姐姐 妈 安娜她总是问我喜欢的人是谁 为什么从来不跟她坦白 你想过是为什么吗 因为从小到大 班是我喜欢的东剧 只要说出来就会失去 不行 绝对不行 听我一句话 离开他们 我不愿再看这种悲剧重演了 什么悲剧 什么重演 这个我不跟你多说 总之你离他们越远越好 我们好家再也承受不起这种悲剧了 对不起爷爷 我做不到 因为我无法离开安琪 陈希啊 你还年轻 你不明白有些事情自己是做不了主的 你要真想让安琪幸福 就忍痛 撒手吧 颜颜 我尊重你的意见 可是我也不能违背自己的情感 除非你给我个理由 必须要离开安琪 否则我是不会离开她伤害她的 你已经伤害她了 妈 你为什么这么偏心呢 我跟安娜真的是双胞胎吗 我们两个真的是一起从你肚子里面生出来的吗 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我是捡回来的孩子 安琪 你怎么这么跟你妈说话 你知道你妈心里面多疼你吗 我答应你妈绝对不打你们姐妹俩 可你今天说这话 老金 你别这样 不是孩子的错 都是我的错 是老天爷来惩罚我呢 你们查到我睡觉了 金老婆 你要是敢动我姐 我去跟你拼了 你 老金 你别这样 对不起 我不能答应你我做不到的事情 那要是 安琪跟你分手呢 立元 你为什么那么希望我和安琪分开 难道只是因为安娜吗 我看你不要做了吧 我看你这个是 espera那些改革是假的 我看你怎么说 如果你又要做了 そして我自己的正常知道 好的 你觉得你始终去感觉 你和你始终去扯了 你始终去感觉 大历的事情 开门吧 但她是因为她先不给她 你扯了你 就是我 我们要 confrontation 你始终去感觉 妈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看到你姐妹俩 开开心心的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你知道 我觉得最不公平的是什么吗 是所有人就只喜欢你 在学校里 你的人员比我好 老师和同学们都喜欢你 在家里 两个人明明都是脱油瓶 金宝国家只讨厌我 安娜 那是因为你不喜欢她 你从来不喊她一声 你从爸爸 那妈呢 你刚刚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你觉得妈对我偏心 其实 我觉得妈对你偏心 是 妈是对我很好 我想要的妈全都满足我 只要我喜欢的 妈也都会让你让着我 可是妈 却从来都不像对你一样对我 妈对我 就像一个亲近家的小孩 很好 很好 可却很疏远 她会给我买糖吃 却从来都不抱我 说话的时候 也总是离我远冤的 甚至都不愿意正眼看我 我好羡慕你 妈会骂你 也责备你 跟你说起下话 我多想 妈能像骂你一样骂我 阿娜 你知道吗 我也希望妈能像对待你那样对待我 不要那么偏心 不要总让我让着你 你根本就想想不到 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多可怕的事情 我甚至不敢喜欢上任何一样东西 免得喜欢上 又不得不放弃 那晨曦呢 算了 不用睡了 对了 对了 明天把我跟学校请个假 就说我身边了 好 爸 你怎么来了 进来吧 安琪安娜娜 他们睡了 你找他们 我找你有话说 我单独跟他谈 陈希真这么说的 没想到陈希对安琪感情那么深 遗憾的是安娜搅到里头了 不行啊 赶紧想个办法让他们分开以防欢为然吧 爸 我不能那么做 行雨 爸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本来以为他们只是普通的喜欢 所以逼着安琪放弃 逼着他把自己喜欢的男生让给安娜 可现在我知道我这么做 对他的伤害有那么深 我不能那么残忍 要是年少轻狂的誓言呢 你忘了当初那个人 对你说了多少的甜言蜜语啊 可结果呢 当初你听不进我的劝告 导致了一生的悲剧 我真怕安琪再演这个悲剧啊 行啊 如果出现你当年的情况 万一陈希顶不住压力 经不起诱惑 抛弃安琪怎么办 哎呀 啊 现在的年轻人呐 要不这样 让他们暂时中断一下 给他们点时间 让他们冷静冷静 等他们再成熟一些 再理智一些 再谈这个事情 我真不想看见 安琪走你的老路啊 二十岁 你当初就是这个年龄 是不是安琪有欺负你呢 没有 她没有欺负我 只是我上次说不让她让着我 她就真的没有让着我 安琪 骂最大的幸运 就是能看到你姐妹俩 开开心心的 啊 好 亚人 啊 小猪 小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今天帮你借的笔记 还有下周一小考 你别忘了 好 浩铭 安琪 正好 我有事情想找你帮忙 什么事儿 这水果吃好了 芸汐 快让你哥哥下来吃水果 我才不要呢 她心情不好 我才不去当跑回 你哥和安琪的情况怎么样了 是不是有危急了 危急指数有多高啊 奶奶 今天这个水果好像不怎么甜 奶奶 可能啊 还不太熟吧 要有耐心 多放几天就会甜的 奶奶真是有智慧啊 这个吃水果呢 就跟谈恋爱一样 摘着太早的果实 不会甜 是要耐心的 阿娜 我走了 阿娜 你不等安琪啦 安琪 妈 我先走了 还在生妈的气啊 没有 怎么会生您的气呢 安琪 回来不及了 安琪 安琪 安琪呢 怎么没跟你一块啊 我们是双胞胎 又不是什么连体英 有必要随随口连在一起吗 你这两天没来上课 我以为你真生病了呢 原来你偷偷跑去拍照了 照片拍得好漂亮 照片 什么照片 少装散了 那么大幅照片 挂在你爸相馆的橱窗里 我们又不是不知道 你说我的照片 挂在金宝国的橱窗里 你真的不知道啊 你去哪儿 安娜 安娜 这怎么回事啊 谁把我照片挂在这儿的 就过我同意了吗 不是 我们以为你会喜欢所以 你们 除了你还有谁啊 是安琪出的点子 我负责放大 然后 她凭什么动作 她是故意气我吗 笑我奸奸事情不如她 所以把我的照片挂在这里 让大家笑话 安琪她不是这个意思 你别这么激动 她是希望你能让大家看见 她说了这张照片 是她见过你所有照片里 最美的一张 她希望你的这种美 能被更多人发现 尤其是以前拒绝过你的导演和摄影师 没错 她就是这样 总是说些弱马兮兮的话 我不会再被她骗了 你们这样怎么一起实现梦想 安琪说 她不希望因为你们吵架 而忘了彼此的约定 你们要成为时尚圈最完美的组合 她真的希望可以一起实现这个梦想 你啊一定会成为超级名模的 对 你是国际著名的时装设计大师 我们呢就是时尚圈最完美的 最组合 是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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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我看到了 没有事先经过你的同意 你不会生气吧 我只是好奇 金宝国怎么会把 他最讨厌人的照片挖在橱窗里 爸怎么可能讨厌你呢 他只是不善表达爸了 他这时候穿的那双鞋是新的吧 我没见过 你这个鞋穿的不是挺合适的吗 你干嘛不穿回去啊 这么好看的鞋子我拿舍得穿啊 当然是要等到一会的时候穿啊 你见过刘晨曦了 见过了吗 没有 其实你见过也没关系 我这么说很好笑啊 你跟他见不见面 又不需要经过我的批准 安娜 你是我最亲的妹妹 我不想因为刘晨曦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 反正我们之间的感情也是假的 安娜 我开玩笑了 我开玩笑了 我有东西给你 虽然黏得很丑 也不是很牢 可是只要我不用力摔的话 他应该不会再分尸了 现在他是你的 安娜 我知道是我不好 如果我能早点告诉你 我 我喜欢的人是他 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了 你 你真的喜欢刘晨曦吗 其实你不回答我也知道 那个 是他送给你的定情信了吧 安娜 无论如何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在你真正同意我跟他之前 我是不会见面的 你没必要这么做 可是我想这么做 你是我最亲最亲的妹妹 安娜 我们之前不要再有秘密了好吗 我讨厌我们之间有秘密 嗯 喂 嗯 早就跟你说了 不要脚踏两条船 偏不听 提到铁板了哄 我姐还双胞胎耶 谁脚踏两只船啊 我告诉你 我对那个安娜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心里面只有安琪 只有安琪 嗯 快走吧 是你走得慢 我可以看吧 你都要帮你 我帮你 我帮你 是你 你 你 我帮你 你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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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回去找她吧 現在回去還來得及 我說過 在你沒真正答應之前 我不會回去見她的 可是 你怎麼知道我什麼時候能接受 什麼時候不在乎她 你永遠都不接受的話 我就永遠都不見她 你就知道我沒這麼開心 小屁 好啦 不是說要買布嗎 再不玩店就打烊了 你走了 走 看來她好像真的不想理你 為什麼對我這麼好 我喜歡你 可是你不是跟安娜 我從來沒有喜歡過別人 在我心裡面只有你 我們交好了 怎麼會突然改變想法呢 你不是說你是設計師 不是模仿者 怎麼會模仿別人的作品呢 因為我覺得你說得很有道理啊 偉大的設計師都是從模仿中來的 模仿 然後從中探索出自己的風格 還是你想要穿我的設計呢 你覺得這個比較好 你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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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安琪啊她不在 爸 我回來了 你等一下可能是她回來了 忘記都這麼累 你們 我們和好了 安琪 你的電話一個女同學打的 那你借吧 我回去了 沒事 好 借吧 嗯 喂 喂 安琪媽 我是芸汐 你剛去哪了 芸汐啊 沒有我剛跟安娜去管玩街 是哦 下次我也要一起去 好啊 那下次叫你一起啊 怎麼了 嗯 我 喂 安琪 怎麼是你啊 不好意思啊 只能用這種方式給你打電話 我我怕你不接我電話 你 你最近為什麼躲著我呀 對不起啊 是因為我做錯什麼事情了嗎 不是你的問題 那是為了什麼 我 我現在家裡面有事情 我先不跟你說了 是因為安娜嗎 看來就是因為安娜了 跟別人沒有關係 我真的要掛了 等等 你再聽我說最後一句話 安琪 有些話 我想當面跟你說 明天下午 我在全市府那裡等你 我不會去的 我一定會等你的 我 才被拒絕一次 就這樣愁眉苦臉的啦 你看看人家好伯父 被人來拒絕多少次了 都一樣笑好好的 男人哪 臉皮就傷厚一點 好啦 不管你了 對了 你已經欠我兩頓囉 嗯 手機還我啊 本來以為我是累的 現在才發現 安娜 怎麼了 沒事 好 安琪 有些話 我想當面跟你說 明天下午 我在全市府那裡等你 我一定會等你的 快點兒 要快點兒 我們要暫時 保佑 好嗎 好嗎 那還會嗎 不是發生的 我呢 在這裡 来 万琪 妈 今儿天气不错 陪妈出去散散步吧 嗯 你跟那个刘晨熙还在交往吗 你那天跟我说了以后我想了好几天 妈 那天是我不对 我太冲动了 您说的对 安娜她是我妹妹 我让着她照顾她 都是我分内的事情 安琪 妈有你这么懂事的女儿 真是我的福气 我现在想好了 以后再也不要求你把自己喜欢的东西让给她了 尤其是感情 感情这个东西是不能让的 让了也没有用 你以为让了陈希就会喜欢安娜吗 如果会 那陈希这个人也不值得你喜欢 我这么说 并不是赞成你跟陈希交往 因为我还不太了解她 不过 让你跟安娜同时喜欢的男孩 我想应该是个不错的男孩子 不过 你不需要急着做决定 你现在呢 先把这些事搁一搁 安心学习做设计 跟陈希呢 就当作是一般的朋友交往 多相处多了解 时间会给出答案的 到时候再做决定也不迟啊 这么说 您不反对我跟陈希来往 我不反对你跟任何人交往 安琪 你是个有分寸的女孩 我相信 你会把握好自己的 感情这个东西是不能让的 让了也没有用 不过 让你跟安娜同时喜欢的男孩 我想应该是个不错的男孩子 安琪 有些话 我想当面跟你说 安琪 努力 阿芹 阿芹 陈师傅跟我打赌 说你一定不会回来 这次他出彩了 你知道吗 他输给我三天的晚餐 还有找了一个星期的好木头 安洁 我找你快找疯了 你知道我现在看见你 我有多开心吗 你的表情是在告诉我 我和全师傅都输了吗 陈希 对不起 我听你说这句话 我感觉是你跟我说再见 去过的不明不败感谢你 让我从不走心了 你和我的心态 我想我们还是从朋友做起吧 为什么 是因为安娜吗 是因为安娜吗 不是 跟安娜没有关系 你不觉得我们发展的实在太快了吗 好 我觉得 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如果我拒绝呢 我尊重你的选择 好 安娜 安娜 我一点都不觉得我们发展的太快 因为我们俩认识是在十年之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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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深远寂寞 想起了你和我昔日憧憬 半梦半醒 才明白我不该聚起不敌 所谓的命运 你应该谁都看得起 永远我在自己的手心 若是我不那么珍惜 若是我看一眼你坚定的表情 暖昧的风景 低估过你的眼睛 睡过了灿烂的繁星 夜深远寂寞 想起了 夜深远寂寞 想起了你和我昔日憧憬 半梦半醒 才明白我不该聚起不敌 所谓的命运 你应该谁都看得起 永远我在自己的手心 我的爱情 留着我在自己的手心 我昔日憧憬 到底是你 想起了你 我昔日憧憬 我昔日憧憬 远我 把自己去 这家序又看得起 永远我在自己的手心 我昔日憶憬 我昔日憬 我昔日憬 以来